川普2.0政府动态受到瞩目 川普上周末晚间在真实社群平台发声明表示 不会邀请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前驻联合国大使海利入阁 感谢两人对国家的贡献 对此蓬佩奥在台北时间周一清晨发文回应 他写道 总统先生我也以与您合作为荣 正如上周我们见面时所说的 你我一起制定了让世界更加安全的计划 并避免了新的战争发生 蓬佩奥说 美国坚决拒绝了拜登贺锦丽的外交政策主张 我没有责任再一次把美国放在第一位 蓬佩奥有罪挺台国务卿的称号 任内促进台美友好关系升温 打击中国共产党渗透威胁 许多网友也留言表示支持蓬佩奥